我剛剛講的那個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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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感覺和膚色和膚質 其實大概都到位了 你知道有一個現象 我最近一直強調我幾張照片是 A7II所拍的 然後我收到的訊息其實會 完全跟我以前那個想像不一樣 老師為什麼你會用這台 這台好處在哪裡 為什麼你的顏色是這樣 然後我就花了很多時間在看 解釋 我花了很多解釋 不過我覺得這也好 就是讓更多人去了解說 這台相機為什麼我會喜歡用 看一下這張 其實這張大概要怎麼修 其實我覺得也不用 但是我覺得剛剛那個 剛剛我們講說薄荷味 看一下很簡單 因為這個資家 目前日本很流行的一種風格和感覺 可以看到 濾鏡 唉唷 大家 影像 調整 攝像飽和度 這就色感了 這不是薄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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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荷度降低 降低 差不多了 我認為啦 這是我的色感 但是呢 這個要從這裡 再去把兩個組合起來 各位看一下喔 OK OK 好 理解嗎 我們來看這兩個的差別 高蒜塔 薄荷 好 那如果說你要更有那種日本風格的味道 各位看一下我怎麼做喔 我新增了一個塗層 好 新增一個塗層 我從這裡 我把它縮小 我從這裡呢 拉一道光從這裡拉到這邊 看一下喔 好不用擔心 但是呢 這個 趴數就是一個關鍵了 以前我在我書上寫過 我就是用10趴 但是因為我剛好是拉漸層 我可能用到50% 你有沒有看到這樣子的一個 感覺 就是所謂的日本的那種風格 但是你這邊慢慢去跳 你有沒有看到50菜的效果 突然間來了一刀 哈哈哈哈 對 其實董哥你要了解我剛剛的意思 其實 50菜也許有這個特性 是光進來之後 有一種 其實 我可以直接加一個32%的白 漸層 它就會有這個風格和效果 好吧這樣大家要了解嗎 好 就是我剛剛講的 這種 薄荷味喔 是像很流行的 在日本 尤其他們在拍 一片小西瓜 放在桌上 光這樣投射下來 薄荷味 小朋友要攀桌子 胖胖的手在抓著 拍下去 薄荷味 一杯咖啡放到那邊 煙氣冒起來 旁邊一個小葉子掉到旁邊 薄荷味 就是這個雕形 他們很喜歡最近的這種風格 後來我就 這種風格怎麼調 有啦 有些相機 或是拍立的 或是直接出這個零色 但是我覺得我們可以模仿 或是模擬這樣的一個色調 其實大概就可以到位了 哇 OK 我示範這兩個 讓大家了解說 我們會這樣子來修改 這樣子的一個 顏色的那個 那個調性 有沒有誰還不會修皮膚的 因為修皮膚我就不用再做了 因為大家都看我在玩過 譬如 OK嗎 傻眼 其實呢 今天拍的 如果你好好整理 其實每一張都是大作 真的都是Masterpiece 給自己這樣一個講法 我今天不期望說 你今天拍的4G 你拍的5G 你有沒有覺得 我們今天拍四張就好 但是這四張就已經足夠 代表我今天所學到的東西 Mark OK嗎 Mark今天會比較精 不會像上一堂課 我們上課的時候這麼Rub 好 還有沒有問題 OK嗎 給大家很多的刺激 也給大家很多的打擊 但是